第四集淘汰賽 歡迎大家來到 《微辣少林子》第四集淘汰賽 今集十分之緊張 是我們第二回合的淘汰賽 可能在場有些觀眾 應該未看到第三集 上一集淘汰了三個人 包括豪Di 現在不敢來 還有豪Di後面的菠蘿 以及不能上場的Jacky Lo 今天我們會有四個選手上台 在四個選手中 我們會再選擇兩個淘汰 最低分的兩個 今集就會被淘汰 高分的兩個 已經可以去到下一回合的冠軍代定區 下一集就準備一幅活賽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方丈 我們今天的方丈有 六浩子 另外一個方丈 家聰 好 先看看遊戲規則 GO 尾辣少林子 比賽賽程 每集選手輪流出場 按照主題 進行大概六分鐘的 洞督笑表演 表演完成之後 會有現場觀眾即場投票 每位觀眾可以給一到十分 而另外在表演期間 若果兩位方丈覺得好笑 或者頂刃的話 就可以敲擊桌上的木魚 而選手就會得到十分 所以選手最高能夠 在兩位方丈手上獲得二十分 每集最後 分數按高至低排名 而今集將會是淘汰賽 分數最低的會跌入淘汰代定區 好 回來了 我們今天請了一個很特別的人 幫我們開場 幫我們做這個暖場嘉賓 但其實我有點害怕 他變成了一個冷場嘉賓 因為在我們讀稿的時候 這位人兄的稿 是震驚了我們 他足夠讀了二十分鐘 還沒讀完 我以為他真的結束的時候 突然上來 然後又再結束 我都不知道他的分算是 動篤笑告 我以為他平時正在合作 我們事不宜遲 就要請我們的暖場嘉賓 霍哥,合作出來 合作一下 好受… 好受… 真是矮子 今天是比面加聰 我看他對這件事很大意見 我今天很緊張 我全晚都抱著他 在那邊說話 Hello,大家好,我是福哥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 美勒少林子 卡特叫我上來 做暖場嘉賓 我不管 正向大家 如果聽到少許好笑的 給面子 大笑、狂笑 拍下手掌 可以嗎… 這句話很熟悉 黃梓華說過 阿泰教我說過 其實開梅勒少林子 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有想過參加 但我怕 知道我怕甚麼嗎 不知道 怕贏 錯… 我怕說錯話 你知道現在做一個藝人 尤其是網絡藝人 尤其是網絡藝人 很容易就糟糕了 你說錯一句話 好像阿泰這樣 像王梓華 被人罵到媽媽都不認得 對吧 你們都知道我把死人口 我沒甚麼好話說 看我直播都知道 我任何界別的人 我都得罪了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腳鎮了 你們看不到 我想告訴大家 我現在就是盤著一個… OK 盤著一個會收皮 我的演藝人生會玩完的一個心態 上來做這個動篤笑 給大家看的 希望大家避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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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開始 現在才開始 回歸主題 今天這個題目叫做 如果我有Chill能力 我收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不開心 太看小了 因為我本身是有超能力的 我的超能力是高 你們不明白嗎 你們不明白 我明白 你們沒有高過 但是我矮過 我十歲之前我矮過 高的生活真的很方便 換燈燈 這樣就換了 我浪心 是不是 這些你們做不到 我做到的事情 就是超能力 是呀 這是definition 這些掌聲很明顯 不是我說的好笑 你尷尬 我明白的 高 站在街上又出眾 高 高大威猛 是嗎 是的 這些叫做黑板印象 是嗎 基本上這些換燈淡 等等的東西 你聽到就很爽 基本上這些能力 就是為了服侍你們這些矮子而誕生 要浪心 我浪 換燈膽 我換 高的人一定是大隻 一定是大力的 搬野拓水 我搞 是不是 高大不一定是威猛的 經常去抱 那些女生 有什麼事和人吵架 躲在我後面 和人開拖 我應份去和你開拖 大哥 大家都說我也是人 我怕痛 是不是 那再說一個黑板印象給大家聽 高人 穿小 笑吧 你們聽過 是嗎 經常看直播 經常來那些片 大家都笑我 阿籤貨 多姐不在 扮一下她 多姐很喜歡笑的 阿籤仔 這樣 整個遮蓋著墨 那個誤會是怎樣來的 怎麼來的 這個袋子 有一個叫Joe Cole的人 有一次 去廁所 去見到 周圍跟別人說 個個都相信 很開心 樂也融融的 那個環境是 我說事實而已 這叫黑板印象 我告訴你那個誤會是怎樣來的 那個誤會就是這樣來的 沒錯 我身體的其他部分 是太過巨大 波羅都有這個問題 這些叫什麼問題 這些叫比例問題 一百間尺 15cm 比例問題 這裏是15cm 你不覺得的 你放在卡特那裏 大抽 你放在我那裏 這些叫細豆 牙籤仔 好… 糟糕 當然我和波羅的情況是不同的 對吧 我是其他大 就顯得他小 波羅是包住了 你們看不到 我明白的 很多人問我 上面的空氣是否比較清新 我不知道 但上面的景觀 很開揚 好… 又是尷尬 這些叫忘詞 我記起了 女生拍照 越高炒下去 越漂亮 高人的世界 看所有女生 都是高炒 Oh my God 真棒 看福國的Vlog 女生是特別漂亮的 為甚麼 你們是用我的視角去看東西 對吧 我有 好… 你們真的要給點反應 我現在好像… 我現在好像在練… 我現在好像在練習 這樣 我這樣說 只要你不是一個太豐滿的女生 我們就會知道 你是不是一個星球大戰的愛好者 知道甚麼叫星球大戰嗎 知道 星球 大戰 這些 好… 好… 離譜 話說有一次在Pantry 有個女藝人 那天拍完東西 回來 穿了一件大U的衣服 很性感 回來 我看著她說 你今天也挺漂亮 是嗎 好看嗎 我就… 福哥 你也看得很明顯 哇… 小姐 整個Pantry都是人 你一點面子都不給我 當然整個Pantry都笑得很開心 真人真事 這條四眼仔 家聰 他當時在這裡 他知道甚麼事 我沒有笑 你直接拍手掌 所以我們都習慣了 對吧 我們這些高雲和人說話 都習慣了 好像自己耳狼一樣 躲下 是嗎… 和Tina聊天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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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這麼高嗎 是嗎 是嗎 多謝大家 我是福哥 是 希望大家今晚享受這個表演 還有… 最後一件,幫助宣傳 如果在場有任何女觀眾 想看看我是否真的牙千霍的話 結束了,不要走 是福哥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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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我今集之後 我想我以後都少了一個競爭對手 謝謝福哥 令我認識到一山還又一山低 不是的,我覺得福哥是很好的 他是仗義幫忙出來幫忙 首先福哥沒有太多時間準備 那方面 也很辛苦,福哥 不過… 怎麼做 今天也是你最後一次上鏡 好,那今集我們還有四位參賽者 首先歡迎我們的第一位 阿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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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完福了吧 剛剛才福哥這樣的待遇 我想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尷尬的話 可不可以有一個… 一個待遇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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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晟各位老闆 這是阿泰 那… 今天的主題是超人力 第一集出街後 然後呢,每個人都說我像王子華 有沒有人有看的? 你有看的啦 有沒有人覺得我是像王子華的? 你簡直是 OK 其實我自己是很愁碎的 因為像王子華這件事是很大劑的 大哥,誰跟王子華比誰都死啦 子華是神來的,對不對 所以我決定第二集加強一下自己的個人風格 擺脫像王子華 結果沒有令我失望 第二集沒有人再說我像王子華了 每個人都說我像王子華 老實說,如果像一個人 就被人說我是像一個人 這件事其實真的挺可憐的 你們先看看我的樣子 都看到了吧 這樣下去,遲早會有人說我是像金星母 加油… 看來我暫時不應該有這個煩惱 好的,今天的主題是超能力 其實我講到超能力的話 我相信在座沒有一個人 比我更加了解這個主題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很想有超能力 我會在漫畫書裡摘下每一個超級英雄 究竟如何獲得超能力 根據我的研究之後 小時候我決定去跳樓 因為我發覺人在危急關頭 是很容易激發超能力的 我還找到我父母一起開小組會議 商討這件事 但很可惜是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是投反對票的 不過沒有所謂 真的沒有所謂 我不放棄 立刻找他們再開第二次的小組會議 我跟他們說 媽媽、爸爸 我跟你們說 獲得超能力 不一定是要跳樓的 根據我的研究 我讀給你們聽 閃電俠 跑得比光速快 特徵是什麼 他死了老母的 黑豹 很好抽 特徵是死了爸爸 超能 他跑得比光速 又很好抽 你猜他死了誰 沒錯 他死了老母和爸爸 不僅如此 他還懂得飛 還懂得金剛不壞 還懂得雷蛇眼 還懂得急動眼 為甚麼 因為他七二婆拉蘇 每輩子夫弟弟 全部死了 整個星球都很糟糕 所以 他就稱為最強超能力者 對吧 爸爸你先別哭 你過來 我跟你說 我又不會像超人那麼殘忍 我只是想跑得很快 我們只能退路 沒上街就行了 其實現在我想起 我當時都挺荒謬的 而且老實說是挺不孝的 但大家不要笑 因為這個計劃 其實是差點成功的 推路沒上街 這件事 在我們的小組會議 其實只有一票反對票 雖然後面很快就變成兩票反對票 因為我爸爸被我媽媽打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以前你叫我選擇超能力 我隨便都可以選到十幾樣給你們看 但是 現在說真的 我真的選不下手 今時不同的往日 現在大家都看超級英雄的電影 但我不明白為甚麼 超級英雄電影 總是要把超能力者 畫得像智障一樣 我說真的 還有沒有人看過Marvel的嗎 沒有 全部人都看過 對吧 大家都會看 快人知道是誰嗎 知道吧 快人 我跟大家說說 他是一個可以跑得快 過子彈的英雄 整套電影裡面 就在那裡 死了 怎麼死的 被子彈射死 你們明白 一個跑得快 過子彈的人 他被子彈射死 這種矛盾 是對子彈有多大的侮辱 那種矛盾的感覺 就好像 就好像我媽媽站在我前面 就很生氣 就跟我說 你媽媽 你怎麼做到 對吧 我真的想不到 我很記得他死了一幕 他死了就是為了救鷹眼 那時候鷹眼就蹲在那裡 他看到子彈在前 這樣射過來 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救他 我一下子搬了一部車 這樣幫他擋了所有子彈 然後他自己正面 被子彈射死去 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心想 你本部車幫他擋子彈 你有沒想過 會這樣擋嗎 我怎麼想 我也想不到可以這樣 大佬 對嗎 智商不足 除了他之後 還有個叫奇異博士 更過分 奇異博士 我認為他有整個孖苦 裡面最強大的超能力 時間補石 控制時間 誰知打滅霸的時候,就這樣把寶石逃避 如果我有時間去寶石的話,我一定可以控制時間 時光倒流,回到滅霸父母那一晚 然後我便傳送到他面前,捉住他父母,捏住他,跟他說 打肚子,糟糕 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是嗎? 完全沒有問題,是嗎? 你不喜歡跟他父母說,你可以跟滅霸的父母說 或者跟他父母說,都沒有所謂 一顆時間寶石,你百多二百種玩法 他在自己個人電影裡也玩到天花龍鳳的 但到了復仇者聯盟,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他只用了一次那麼大把,怎麼用呢? 他就這樣,不是說我看了1400萬種可能性 可能會贏的 他有時間寶石,他不玩時間穿越 Iron Man自己也弄了一部機器玩時間穿越,對吧? 我想不明白 而且最後,氣博士還敢在Iron面前舉起一隻手指,推他出去死 嗯,是機會了,Iron Man 如果我是Iron Man,我便會給他另一隻手指 大哥 你們不要以為只是配角是這樣 主角也很離譜 有個叫雷神索爾,他手上拿著什麼?大家知道嗎? 雷神之鎚嘛 他跟普通鎚有什麼分別? 他可以下雷的 美國隊長第一時間拿到鎚的時候,都被雷比亞美巴探 他自己拿了六、七閘 每次打架的時候,他就都… 雷神之鎚啊 拿雷神之鎚啊 真是… 你幹什麼呢? 是不是? 大家應該知道,梁朝偉準備進軍Marvel了 我真的很期待梁朝偉跟索爾見面的時候 就是,你好,我是梁朝偉 你好,我是雷神索爾 索爾先生 我帶了一個手信給你 來,這本書給你看看 什麼來的? 這本書就是我們的四大名著 西遊記 那些主角,猴子那些你不用管了 其中一個配角就跟你一樣 也有雷神之鎚 我們這邊叫雷鎮子 他也有雷神之鎚 他打架,無論是千鈞馬馬過來 就拿著鎚就不斷 劈雷的了 不斷在這裡劈雷的了 其實這鎚很少可以拿來打人的 可能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吧 我就看你很少拿來劈雷的 大家聽得出,其實你要我選擇超能力 我真的選不到誰給你看 但是,那是否整個 Marvel的宇宙裡 都沒有智慧的英雄呢? 又不是的 其實你看看DC和Marvel 誰出鏡率最高呢? 蝙蝠俠和Iron Man 他們的超能力是什麼? 有一個共同特徵的 有錢有錢 如果真的要我選擇超能力 我就會選擇有錢 無論你是藝人、超能力 還是什麼人 都不及得上有錢人 不過,我知道了 我現在的工作是KOL 但我不會把我所有的時間 為了賺錢拿去買廣告的 在這個忙碌社會裡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有時間的話 多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沒事做就出去逛逛 最好可以喝一杯咖啡 一想到咖啡呢? 梅辣將會最新推出天拿的冷碎包 Coffee or Tee 稍後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他只需要加入180毫升的水和牛奶 而且放進雪櫃冷藏 8到10小時 就可以享有香濃的咖啡 到時候你們去購買它吧 你們可以享有香濃的咖啡 我又可以來我的超能力 更進一步了 Wing Win上贏 各位,這裡是阿泰 謝謝大家 好,謝謝阿泰 麻煩現場觀眾 現在可能麻煩你們來投票 謝謝天拿20元的廣告費 好了,那就給完分了 我們也要循例說幾句 阿泰,我覺得這集一如既往 始終你上台說話的節奏也很穩 感覺好像沒有之前的… 有些轉變的表演方式 特地按抑一下 甚至是你還是很努力 和霍哥一樣 就是,為了參加這個小事 也不知也把自己的家人搬走 這方面 這方面是… 勇氣可家 小時候都不會想 小時候都不會想 大過後就很好的對家人 我覺得阿泰是很大的進步 不是這幾集的進步 因為以前 我們澳門街玩魔術 也只有幾個 我跟家中長期是玩的 那些搞笑的 Talk Show 加魔術 但Tai 玩一些很帥的 在舞台上變成 CD 他在舞台上是很帥的 就是聽音樂 我以前也覺得 Tai 玩這些 Talk 這些 很糟糕 但我在這幾集 還有在這一兩年 在未來見Tai 其實 進步是超級厲害 但是我覺得進步很厲害 我覺得你現在可以繼續做多些 Talk 的事情 遲些如果有一個 Show 我想大家在現場看一看 Tai 做一個舞台的魔術 到時候我覺得應該會給大家一種 一個耳目一身的感覺 而且整體也很好 你的節奏控制得很好 謝謝Tai 給大家一點掌聲 Tai 給大家一點掌聲 接著輪到我們下一位的參賽者 就是Yellow 大家好 我是Yellow 那… 那上一集播出之後 我又收到一些觀眾的訊息 他們這次不是發帳圖給我 他們給了一個很忠幸的意見 他說 Yellow 其實在這個節目裡 只有你一個女生 如果你願意犧牲一點 穿得性感一點 說不定你會有些高分 所以我覺得她這個意見是忠衡的 所以來到這個四進二 我真的覺得這次真的要豁出去 我真的覺得這次真的要豁出去 搖好 不是 今天有點熱 對 你給我看看 你們怎麼了 你們的手 不是 你們想敲也可以敲的 不是 敲錢 這樣吧 其實這陣子真的很熱 我們女生 其實覺得夏天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尤其是旅幕前 我真的很怕被太陽曬一刻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有一種超能力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 控制天氣 就好像我有兩個朋友 有錢又白又漂亮的 Doris和Rossalina 她們兩個就是一個超怕黑的女生 我也明白她們 因為其實觀眾都會喜歡看一些 又白又滑的女生 每次我們室外拍攝的時候 只要太陽稍微猛一點 她們都會馬上跑去陰墊 躲起來 我有時看到她們這麼狼狽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我真的覺得 如果我都可以有超能力去控制天氣 有超能力去控制太陽的話 我這麼保證 太陽一定會曬到陰墊裡 如果她們跑去室內裡 再曬到室內裡 這樣下去 我保證 以後她們不會再接到任何美白 化妝品廣告 她們唯一可以拍的東西 就是黑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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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要想到我個人這麼自私 其實如果我真的有這種超能力 我也有想過我要為社會服務 你記不記得前幾年天甲 我的店鋪是位於低蛙地區的新馬路 天甲的時候水浸 我就下了店鋪幫忙搬貨收拾東西 我很記得當時水位浸到我胸口 我很害怕我不想水位再浸高一點 畢竟我的妝不是防水的 當時我也有想過我要找人幫忙 但我看到整條街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我一個,真的覺得很孤獨 後來水退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他們一直都沒有離開 一直陪著我的 只不過我當時看不到 過了天甲之後 其實我的店鋪的損失真的很慘重 我浸到整間店鋪的貨都發脹了 老婆餅浸到變成肥婆餅 牛肉乾浸到變成一塊牛肉 過了這個損失這麼慘重的經歷 我們那時候,你叫低瓦地區的居民 我們還要停電停水了整個星期 那時候是多慘 我現在回想起 經歷了一段這麼慘的事情 如果當時我又真的有控制天氣的能力 我一定會浸到高瓦地區的那班人 我要他們同理一下 我們那班人是有多慘 還有 我要把澳門浸成 變成一個現代的亞特蘭提斯 我要把坑仔的威尼斯人 浸到變成真的威尼斯 是的 不過你們覺得 暴雨 除了可以這樣搞到水浸街之外 其實它不僅僅只有一個功能 它還有另一個功能 它就是可以促進一個完美的約會 很多女生覺得 一個完美的約會 可能要有車接送 有禮物 有帥哥 我這個人比較樸實 我覺得只需要一樣東西 一場暴雨 你們試想一下 其實電影裡面 所有好浪漫的情節 全部都是發生在雨天裡面的 就例如 雨夜屠夫 我自己一個理想的約會 是會發生在一個 風和日麗的下午裡面 我和那個男生出街 那天我們就會去郊遊 去踩單車 而我也會穿一條白色的長裙 你知道嗎 男人是最喜歡那種若隱若現的感覺 所以在踩單車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動我的超能力 微風 這個時候 我的裙子就會飄啊飄啊飄啊 但當那個男生想看的時候 我就馬上停風 我就是給那個男生 一種患得患失的感覺 你們想看 不讓你看 當他停止了看這個念頭的時候 我又再一次美風美風 就是這樣 整個下午我一條裙子 在裙子裡 躍忍躍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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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 我真的覺得 每次想吃什麼都很頭痛啊 當然這頓飯是會過得很愉快的 然後呢 到出去餐廳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問個男生 咦 吃完飯了啊 嗯 我們等到哪裡了 回家 你家還是我家啊 各自回家啊 嗯 那好 拜拜 這個時候我精心筏躍躍的氣肉要來了 Bram 哇 怎麼突然下雨這麼大呢 糟糕了 走不了啊 然後我再拿起我早就準備了的單人傘 你知道吧 下達的空間就可以增加我們基苦之親的感覺 我呢 原來帶了一把傘 什麼啊 要不要 遮蓋你啊 什麼啊 你叫的士 哦 那 你小心點 不要緊 這個時候再一個來 砍到的士上 走啊 你們這些男人 走啊 我看你們走得去哪裡 你們走到哪裡 我就砍到哪裡 這一下 你還不乖乖地回到我單人傘的懷抱裡面 就是這樣 在一個淚與交加的晚上 我們兩個孤男寡女 擔著單人傘走回家 而之後你們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沒錯 就是我們兩個都臨病了 其實呢 我自己真的覺得 那些什麼 有錢啊 隱形啊 那些超能力 真的很膚淺 它的作用是些什麼 霍出鏡律而已 你想想 控制天氣就不同了 是一個多麼實際 多麼浪漫 多麼淒美的一種超能力 對於我來說 它除了可以令到我的閨密 可以有機會踏上一個國際銀幕 可以令到澳門的居民 有一種跟你對方處境的心態 最重要的 是用來認識男生 沒錯 這一集 講了四集 其實呢 我每一集都在講 怎樣認識男生 不過呢 我答應大家 我第五集不會再這麼說 因為第五集是復活賽 根本我就不會在這裡 好 第六集見了吧 好 謝謝大家 Yerlo 好 謝謝Yerlo 好 也麻煩現場的觀眾 可以投票 麻煩你 你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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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賽 好了 給完分了 麻煩路士 你先我先 OK 本來想說到剛才講 不過幸好有人發現了 就是你講完講話 其實真的不用暗過冷氣 我聽過你 我已經想不到 你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氣溫是沒有變的 是你的心情 你熱的原因 是因為你聽著我講話 你看著我 哦 難怪你一講完就涼了 OK 是 立即 不是 不是 他講完 就涼了 好合理 你為什麼要先 我想說Yerlo 這一集 其實我是很有驚喜 就是你整個氣勢 各方面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越來越熟練 你今集 我覺得你是 整個人很進入狀態 很多的動作 之類 我覺得是 很好看 整個節奏各方面 然後那份稿 都有些驚喜 但真的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你熄了冷氣 就是我到現在都 就是你影響我們 因為我一邊聽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很熱 然後我就說 怎麼會這麼熱 我差點以為 你真的能控制到天氣 對 交給你老闆老闆 其實我很想補 喂 他 現在中補 我想補那個 可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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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中 那個 木魚 可以補那個木魚 我想說一點 我覺得你整個稿 這個稿是很好笑的 即是你說這個稿 還有你的演技搭救 是 對了 沒有演技的 不是搭救 不是搭救 即是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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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才要演技搭救 好笑不是搭救 Anyway 演技的嘉誠 我挺喜歡你說牛肉乾變成一塊牛扒 牛肉 他說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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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牛扒 我覺得這件挺有趣的 即是花生湯變了 花生 鳳凰 鳳凰 變了鳳凰 沒有 沒有 OK 不要緊 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你整體 你整體 我是覺得 你整體 首先你整個節目 起承轉合 你第一是很Wow的 你剝了那件衣服 但是你拿個冷氣出來 你關掉了就 我覺得大家都不太開心 不是 不是 都很Wow 大家 都很Wow Wow 很熱 很熱 還有就是 你說下一集 因為是復活賽 就是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上來 就是 你輸了就不用上來 對嗎 贏了就不用上去 我覺得自己贏了 對 你意思是自己贏 但我其實很想下一集都看到你 蛤 因為你的表演很好 他想看到你一集 想看到你一集 是我第六集 OK 給你一點掌聲 給你一點掌聲 我想保重探聲 你可否先把冷氣溶放出來 冷氣溶放出來 你把冷氣溶放出來 你身上太危險了 好嗎 多謝你看你 謝謝 OK 接著輪到我們下一位 就是我們的 澳門Post Malone 阿勝 這次你做不到街 有沒有搞錯 你們這麼薄 謝謝前面兩位 可能是晉級的演員的表演 顯得我們 我和阿卡特的表演 可能有點雞辣 我打不下水 OK 在開始之前 想跟大家說 如果待會兒真的好笑 給點掌聲 支持一下好嗎 好 有劇老豪子 不要經常板著臉 你是開搞笑公司 拍搞笑片 你板著臉 給點喜感 行不行 你快一點 可以 等一下 OK 開始了 OK 大家好 少年光 今天這個主題是什麼 超能力 我對超能力這件事 真的很難想 哇 想爆了 所以我就問了 全眉 最多想法的人 Jacky Lo 我請教他 怎麼搞 Jacky Lo跟我說 阿成 主題不重要 最重要是 不要碰巧 我上次就是跟蠔底碰巧 才被人淘汰 我想說 Jacky Lo 你被人淘汰 真的因為碰巧嗎 跟你碰巧 各位蠔底先生 好像都被人淘汰了 哈哈哈哈 還有 你八百用了這麼多功夫 這麼多時間 去想巧 結果跟人碰巧 你百碰巧 你百碰巧 原來食字是有市場的 OK 好了 說回今天的主題 因為我覺得 等一下我再說說說 可能會有人覺得 好像跟主題無關 不用懷疑 我就是來提 因為這個主題 對於我來說太難了 我是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人 我想的東西 是想不到那些 很天馬行空的超能力 我想到的都是 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例如說 我最想要一個超能力就是 可以有一種能力 令我去消除我的懶恩 因為 不是每個人都接受懶恩 有些人聽著懶恩 會覺得很尷尬 但是 我剛剛 在網上 看到有人說 那些廣東話說得不好的 那些人 只是垃圾 我不想讓別人這樣說 所以我真的很想撇除這個懶恩 但是 另一方面 如果沒有懶恩 我想我進不了級 站在那裡 很矛盾 第二個特別想要的 就是 不會肥 就是吃極也不會肥 很多人一聽到 這個也算超能力嗎? 對於我們肥仔來說 這個就是超能力 你知道嗎? 我早前在Google搜尋 我打 肥仔 有什麼好處 今次我看到 其中有一個留言 三千多個Like 留言非常簡潔 但是 我無論 但是還要有些 有些人出來跟你說 喂 我們 不會看別人的外觀 我們不會理人的肥瘦 最重要是看別人的內心 我每次聽完 我只想跟他說 不看肥瘦 Are you fucking me? 我每天經歷的 就是看到這個社會 充滿著肥仔的偏見 我有一次 我和我老婆 去見我老婆的朋友 接著 她的朋友第一次看到我 對我大讚特讚 和我老婆說 哇 你很有眼光 很會選擇老公 你看你老公這個款 一看就知道有錢 就是 讚美的說話 讓她說到粗口的效果 你想想 肥就一定有錢 那幫有錢人聽完是什麼感受 Oh, Daddy 原來 要像他這樣才有錢 I don't wanna fudge 讀錯單詞了 Witch Oh, Daddy Shit 喂 她說錯了 好 最近有一套劇 很火的 很多人喜歡看 大叔的愛 很多人說 很創新 很突破 我就即時去看 我看完之後 發現有一個問題 整套劇 一個肥仔都沒有 創新 說真的 你如果真的創新 你究竟拍一套肥仔的愛 主角就找我和菠蘿 當中有一段情節 可能就會變成這樣 我在這裡洗澡 接著 菠蘿衝進來 由於菠蘿的身材比較肥 卡在門口 她要這樣進來 她進來之後 對著我 迫動 言格來說 也不算迫動 因為我們兩個的肚子 貼在一起 多點 接著菠蘿 行程默默看著我 跟我說 我團了 我知道你喜歡大波 我也有 對 所以 但是我相信她不會這樣拍的 因為這樣拍就不會收視 所以現實是很殘酷的 我也接受現實 我也開始減肥 我去了健身房 找了一個健身教練 聽她說 跑步、做健身 我做了一做一做 我發現 減肥 真的是一件反人類的事 我跑半個小時步 我消耗了卡路里 相當於一罐可樂 我想想 我拼死拼命 運動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消耗了卡路里 最多頂我半餐超夜 我在這個世界上 是未見過有一件事 付出和回饋 這麼不成正比的 除了澳門輕軌 老實說 我覺得她也不要叫澳門輕軌 叫重軌 這裡也跟鏡頭前 有一些不是澳門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解釋一下 澳門輕軌的長度 就相當於 你從上環到中環 這段距離 花了百多億 大家知不知道 美國用了百多億 登上火星 在澳門 用了百多億 我們連澳門也出不了 澳門也出不了 這樣付出回饋 這次教練跟我說 你不要這麼想 減肥這件事 三分靠運動 七分靠飲食 飲食很重要 我聽她這樣 嘩! 仿然大誤 然後呢 這個也好笑嗎? 然後 然後 然後那段 退出了 這個健身會籍 你們只有三分 三分還收這麼貴? 其實我可以不運動 我只吃就行了 不過說起吃 我還會生氣 這幾年不是流行過什麼健身餐嗎? 說真的 作為一個長年減肥失敗的人 我可以很負責跟大家說 這些健康餐 單凡它的味道 比食物更像 我也不會減肥失敗 健康餐的問題 已經不是難吃 而是貴的 你想想 你在茶餐廳 他們又炒又煎又煮 出來一碟菜都40元 那些健康餐出來 煮都沒有煮過 沙律醬還要你自己教 60元 我見過最離譜的 有一個健康餐是這樣的 兩個麵包 幾條菜 一個番茄 再加一個雞扒 你想想 你把它合在一起 就一個N幾漢堡包 收70元 Are you fucking me? 那也算了 我覺得最煩的是什麼 我吃沙律的時候 每次我想加稍微有些味道的沙律醬 總會有一個人出來跟你說 不要啊不要啊 很高熱量啊 很高熱量啊 它的卡路里相當於一罐可樂 那我就想 沙律 那不就是要跑半個中保? 我想不明白 沙律的發明 就是為了幫人減肥 沙律醬 就是幫沙律調味 你現在跟我說 減肥 不要加沙律醬 你發明這塊東西 做什麼? Unbelievable 所以 我們這些肥仔 真的很想要一個這樣的能力 不會變肥 因為減肥真的很辛苦 我想起我早幾天 奴子跟我說 他說 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肥? 因為你想太多東西了 你的腦袋卡住了 你不開心 不開心就會肥了 我相信大家應該感覺到 這一句是一句廢話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們想要的 就是這一種 想吃就吃 開開心心 快活人間的快樂 我們想要這件事情 不過 今天的主題是 假如我有超勵力 重點不是超能力 而是假如 就是說我前面那些 都是救了 大家肥胖的人士 該減肥都要減肥 該做運動都要做運動 說起做運動 我就想介紹一間健身房 叫247 它裡面 24小時都開著 隨時可以做箭的 大家應該 這個時候應該很質疑我 我前面不斷批評減肥 健身那些 突然之間賣廣告 老實說 247 是沒有給過錢給我的 我之所以幫他賣廣告 是因為247的老闆 剛巧都是我的老闆 Jerky Lee 我想 他看到我前面的一大輪發言 他應該會很生氣 生氣到打電話跟我說 阿成 Are you f**king me? 謝謝大家 好 麻煩阿成 麻煩現場觀眾可以給分 OK 這樣就給完分了 阿成哥 還是聊聊天 我想問 Are you f**king me 是什麼意思 我有時候覺得 Are you f**king me 就 不夠表達到我這種憤怒 那你就說 Are you f**king me 不相信 你叫我剛才說英文也錯 其實 我反而覺得你上集表現好像好一點 是 這集好像 但其實也很好 但我相信這集 我最驚喜 就是 這集暫時看了三位 三位未提 其實三位的表現都很好 我覺得這麼多集以來 你們都是 這集我相信 都是水準上 還有第四位 我已經看了三位 還有一位 完全感受到你們 多不想 我不要看這個豆腐 Grantoy又拼了 Grantoy又拼走了 不是 上幾集都可能 有些人變得比較好 有些人變得比較差 但這集 大家變得很好 完全感受到你們 多不想 進入復活賽 但你也說得很好 其實雖然難 你說肥仔 那個方面也不錯 但我覺得之前比較好 不過這集 沒有之前感受到 可能因為之前太好了 我覺得 OK 就是這樣 交給你 Sorry 阿星 其實 我很想說 付出和收入不成績給 不單止是健身和輕軌 還有你在少林寺的演出 你之後不用再說 你真的可以說話 大方一點 對 真的可以放一點 Sorry 因為 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 因為阿成 其實現在 是處理著 薇辣的 一個電影劇本 先賣個關子 電影劇本 都是宣傳來的 這個 不要幫忙 這個電影劇本 我每次見到你在 少林寺 這個演出 越出色 我就很擔心 電影 我就很擔心 你的付出 就太多了 因為時間分配 我看到你跑步 也是跑半個小時 這個我自己擔心 其實 我發現了一個定律 每次有你在 我表演都會失陣 還是你考慮一下 以後不要再出席 在少林寺 阿波利亞不算 我純粹個人對她的尊敬 好 好 來到我們今天最一位參賽者 就是我們的卡達 好 大哥 你錯我 搞得我沒得錯 真是薄老命 今集 為何這個高佬在 吵了很厲害 你說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卡達 好 好 先讓你站起來 來到第四集 我看到很多觀眾 在第三集的評論說 我的頭很噁心 我跟你們說 你們不要這麼過分 你為何不是在第二集 和第一集的時候說 我聽 因為我發現我的頭很噁心 所以我今集 特意設置了頭 設置了Fashion這個頭 上這個第四集節目 但他們說我像鹽柱 說回來 其實我個人是沒有什麼軟健的 我現在最想的就是解決我當下發生的問題 我當下發生的問題就是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很想這個超能力就是有無限的靈感 我想有無限的靈感 但大家可能會好奇 為什麼我不選擇一些很厲害的超能力 例如飛天、隱形 我跟你說 在一個現代的社會 你有這麼出眾的超能力 你用一次 或者你還沒用 你都會即時被五十一區抓走了 你一睡醒的時候 就看到五十一區的人 你跟他們說 喂! 怎麼了? 走開! 不要! 離開我! 不要搞我! 之後他很冷靜地跟你說 Speak English, please 如果那個人是阿成的話 他就會說 Are you fucking me? 之後你的朋友 就會只會得到他們同樣抓回來的外星人 你們兩個就只可以吃煙 在五十一區聊天 外星人一邊吃煙一邊說 唉! 其實這次我來到澳門 我其實這次來到地球主義的目的 是我知道地球的科技 有很大的進步 我知道美國 剛剛用了一百多億 已經上了火星了 我聽說東方的一個城市 叫做澳門 他用了一百多億 做了一個神秘的東西 不知道他是否想衝出銀河系 那個是兄貴 還有師父說他是不是衝出銀河系 他現在連騰制也不能衝出 所以澳門的兄貴應該要改名叫做 騰制兄貴 大家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跟阿成碰撞 我剛才跟阿成碰撞 我剛才表演前 我跟阿成碰撞一次 然後阿成說 為何你這份告跟我一樣 還要表演前 阿成請了兩顆喉糖給我 還有整個人的喉乾 阿成碰撞 我不知什麼事 這樣也行 所以我覺得這些顯眼的超能力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我尚用了一個 靈感力無限的超能力 可能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說 人在柯市的時候 是最容易有靈感的 按照我們現在的工作量 我一天大概要柯三十幾次市 才可以解決到我的工作 很多人就說 如何在生活中找些靈感 我很相信這句話 但是 大家知不知道澳門這麼小的地方 其實你很難在生活中找靈感 因為澳門太小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 我來公司 我們現在一間拍片公司 我們有一個藝人 叫霍國 他很喜歡拍剩菜 他竟然可以憑著自己蒸水彈 上到娛樂頭條的頭版 在澳門一部娛樂頭條的頭版 霍國蒸水彈 我覺得最過分的是 連我也上去 因為那時候他邀請了我一起上去吃 然後在報紙的頭版 那裡 就是霍國和我們的合照 標題寫著 霍國與朋友共進餐 對上一次有人和人吃飯 被報上報紙的那個 是古神巴菲特 所以在澳門來說 霍國和巴菲特是平起平坐的 霍國和巴菲特 還有一次更加過分的是 公司另一個人叫雞翁 他去了上海旅行 旅行 之後報紙標題出來了 雞翁首次 踏足上海 用踏足這個字 我懷疑他去的不是上海 他去的是火星 澳門是有多小 有多滿才可以報導這些東西出來 大家有沒有聽過 看過那些電影 那些電影也有些年輕人 背井離鄉 然後就離開家 去一個很遠的地方生活 然後他們就發訊息 跟他們家人說 媽 我要到外面打拼了 我如果不成功的話 我不會回來的 然後我就走了 我都被電影深深影響了 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覺得做一個好的創作人 我一定要感受孤獨 我一定要搬出來住 我大學一畢業 我就搬出去住了 我也跟媽媽說 媽 你不用擔心我 雖然我很想念跟你一起住的生活 但是 如果我不成功的話 我不會回來見你的 我就搬去一個距離公司 十分鐘路程的地方住 於是我第二天 在家裡走回公司的時候 在街上看到媽媽在買燒美飯 沒錯 澳門真的是小孩子 其實我媽媽的家裡 比公司更近 所以澳門有時候真的很難去 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被她激發到靈感 我真的很累 大家知道我最近經常喝酒 其實我有時候很想喝酒 去放鬆一下我自己 因為真的太多劇本要作 但我和大家不同的是 我喝酒是不會醉的 我喝是越清醒的 我每次喝酒 就像網青的這個世界一樣 我喝酒 我就很想回去打劇本 你明不明白這個邏輯是什麼 就是我很想喝酒 放鬆自己 打劇本 但我喝完酒之後 很清醒 我也很想打劇本 好像我的人生只剩下劇本 而且還有一個悲劇 我公司老闆 那個六毫子 他很喜歡喝酒 他今天還穿著我 不要學酒的衣服 他喜歡喝酒 經常跟我們說 卡拉 你要活生平衡 來 放下你的電腦 放下你的劇本 來 一起喝酒 一喝喝酒 喝完之後 即時聽音樂的 打... 雖然我喝不醉 但我也要配合老闆 我家裡喝醉 嘗嘗嘗嘗嘗 他一喝酒之後 即時打開電腦 打開劇本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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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有一段時間 我真的沒有靈感到 我一隻字都射不出來 但我發現 原來我不是沒有靈感 我是沒有筆 幸好我上了 OH360 香港文具採購平台 OH360 提供網上文具訂購 以及辦公室用文服務 還有文具系列 超順價格發售 所以大家 就不用怕沒有不用了 沒錯 其實這一個才是 這一集 未來少林志唯一有付錢的廣告 我不知道這個阿泰 我不知道這個阿泰做什麼 這個阿泰和這個阿成 在這裡突然買咖啡豆 買健身房廣告 這兩個是沒有給你錢的 所以我會切走他們 放心 OH360 還有最後一句 不是他們兩個 是這個六號字 突然有一個微辣大電影 連嘉賓都可以買了廣告 送心病狂 好一點 所以 但OH360 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切走他們 顯得你珍貴的地位 哦 哦 但是這件衣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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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這個廣告其實 我很感謝大家支持 因為由大家支持 才令到我們少林志唯有廣告 多謝大家 是的 哦 我希望我們的影片可以被更多人接觸到 希望可以幫到客戶 讓更多人了解他的服務 是的 但我希望全世界 有一個人 不要看到這個廣告 那個就是John Wick 你看John Wick 你看John Wick 你看John Wick 他看到這個廣告 什麼? 文具超順百首 即使買七十幾支支筆 之後 人類大滅絕 是的 但是我覺得 這麼一個靈感的事情 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有這個超能力 是關於無限靈感的話 我真的很想用這個能力 去幫我自己導演事業 做一番事業出來 可能會衝出世界 成為世界的導演 簡稱MNB Woo 但是這個世界還是沒有遇過 外面很厲害的那幫人 其實也是一群很平凡 但是很努力的人 說到這裡 我不如拿點時間去寫劇本 說到這裡不說了 拜託大家 好 多謝卡特 麻煩我們現場觀眾幫忙投票 OK 給完分了 我們又聊聊 謝謝 卡特就 今集可能出了一點點意外 可能就 前期不斷中了阿成的奸雞 吃了兩顆喉糖 可能中間有一點點口乾 然後有一點點 忘記了對白 還有整體就可能 可能前面有一點出錯令 你再緊張 然後可能之後整個狀態都好像 不太進入狀態 對 還有結尾 我覺得有一點好像 亂了一點 急了一點 對 因為 那段廣告台詞 其實要在中間那裡說 我最必再說一說才發現 原來我忘記說廣告 所以我才 我就 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 把他搬到最後那裡才說 幸好廣告出來 好 好 我覺得你像 泰山 裡面 來 那個 老伯 那個老伯 那個老伯 泰山裡面 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他老爸 那個女主角的老爸 那個 應該知道誰 泰山 泰山 我也知道泰山 泰山 泰山公德會 好 我說不說 其實我看阿泰 Yellow 和阿成 我是看得很開心的 但是我看卡特 我不是看得不開心 我覺得卡特剛剛說的內容 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 就是 他 他用一個搞笑的去包裝著他的一種 可能是一種壓力 又或者是一種 一種 對這個社會的一種 無奈 又或者是一種 鼻傷 我這麼說 其實是我感受到 不知道大家能否感受到 因為以我所知 原創片 小短片 廣告片 微風吹過的時候 然後《青春飯門》那首歌 之後 《我可能不會拍戲》 《樹洞音樂會》 《薇辣少林子》 OK 他已經做過很多事情了 大家知不知道 他最近出了一本書 《極對其會》 《木製976갈 bırak》 他還要不是我的 我那些是亂寫的 還有很多時間給我寫 但在《一清天》中 他不是偷閑 他是偷書 他寫了一本書 Anyway 而且她也是微辣的剧情創作總監 所以我想大家的觀眾 或者有看過這段影片的粉絲 其實我覺得多給點鼓勵和愛 因為沒有我恥笑 這個節目最近要搞笑 所以大家多給點愛 卡特 好,給點唱片卡特 好,這個時候有請我們今天 各位參賽者可以唱出來 我們就會公布這個分數 好,再提提一下 我們今集是總共有兩個進級 兩個就可能要去復活賽 哇,今晚這個分數 先說吧,首先我們公布今天的第四名 好嗎?第四名的分數 是163分 那就是我們的卡特 有一點出錯,不過還可以的 好,那我就宣布第一名 是的,讓大家喊出來 大家覺得有什麼心思 第一名是… YOU! YOU! 我 她的分數是207分 第一名就是阿泰 OK 阿泰 阿泰也說一說,我們兩個沒有加分 這些分潮都是觀眾比 接著就是我們的第二名 第三名呢,其實 其實,差的就是差10分 阿泰 阿泰 真的就是六毫子的10分 OK 我們第二名的就是阿成 是203分 而換成之外,第三名就是我們YOU! YOU! 193分 OK,我們再一次恭喜我們 今天兩位進級的參賽者 以及辛苦了四位 我們將台交給卡特我們 好嗎 下一集的第五集的美達斯人士 即是我們的復活賽 我們今集被淘汰了 以及上一集被淘汰了 五個裡面 就會有兩個人可以去到總冠軍線 即是跟他們兩個再比賽 那今集被淘汰 下一集會自動加10分 有一個小獎勵 下一集會 一個真是新四戰 將會被淘汰的一個淘汰賽 即是沒有復活的 好,多謝大家收到今天的美達斯人士 多謝大家 喜歡的記得幫我們like、share、comment 以及follow你的IGMAN Stand up 好,多謝大家,拜拜